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多多 今天我准备给你们做一个测评 因为继上次冰淇淋的测评之后呢 你们就一直在跟我说要求我 测评测评测评 有一位小粉丝呢不仅私信追着我 然后在我的评论下面无论我是发视频 还是图文的图文下面也在一直的催促 然后呢我今天就安排了一期测评 不过呢是罐装的网红小海鲜的测评 我一共买了三家的 先吃一下我的早餐 等我早餐吃完了 我把家里简单的收拾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这个是我之前有跟你们推荐过的一家暖沙啦 这一家是我个人比较钟爱的 还有我自己不太爱吃的包头菜 他们家会有菇有藕片 会比较好吃一点 这是牛肉 我点的是牛肉的暖沙拉 然后这边是沙拉去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三明治 我跟你们说我以前是不吃早饭的 但是我要让我的多肉们 你们每天一定要吃早饭 之所以想把吃早饭的部分也入进去 就是 即刻的提醒你们 按时吃早饭 听到没有 来跟着我 近一点 牛肉 它这个牛肉 牛肉 牛肉的本味会比较浓一点 这个三明治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又好吃又低脂 它有蛋 玉米 胡萝卜 生菜 再淋一点 沙拉汁 再淋一点 沙拉汁 我要开始 整理一下我的房间 我们待会儿见哈 好啦 我现在已经是把我买的网红小海鲜罐装的 已经拆好了 我以为我买的是三家的 结果我发现这两个是一家 这个销量是最高的 然后第二是他 其次是他这一家 这边中间的是十罐 十罐七十四 然后这边呢是八罐八罐六十五 这边呢是六罐三十九元 然后这个十罐的话 对比他会比多了一些明太子鱼 明太子明太鱼子 然后还多了小鱼竿 是跟他有略微的不一样的 先吃这个吧 这边的销量比较高的 看两个虽然是一家呢 但是我们可以评测出 比如说买八罐的滑得来 还是买十罐的更滑得来 香辣的扇贝鞭 哇香香辣辣的味道 它一打开就觉得香气扑面而来 这时候发现我需要一个 开瓶助手 扇贝裙鞭 哇 我觉得好像我在外面点的那种 辣卤的小海鲜的味道 味道绝对的香辣 好吃 这个汤汁待会你们可以用来 斑米斑尺 这以后的裙边 扇贝裙边 瞬间打开了我的味蕾 裙边吃完了吃一盒不一样的 五香的带鱼 你们爱吃带鱼吗 带鱼其实它自身会有一点 它独特的那种 嗯 咸臭咸臭的感觉 好吃是好吃 就是开盒有点 五香带鱼呢 一打开是这样子的 甜辣的味情是我比较喜欢的 诶 它这个带鱼没有咸臭感 肉汁是属于一百一块的 我连吃两罐 好评 好评 没有让我失望 很下饭 而且自可以直接吃下去 这个是扇贝 我们先不慌吃扇贝 吃吧 吃吧 反正都要吃的 扇贝 它的颗粒是属于比较大小适中 好香 真的好吃 味道属于咸香甜 而且这样吃扇贝肉 好爽 我把汤都留下来 它汤真的不舍得丢弃 香辣 香辣象牙棒 完了 不好打开啊 完了 这一罐待会再吃吧 那就不妨吃一下香辣的螺肉 这个好打开 这个螺肉感觉很赞 很大块 很厚实 很饱满 超级有弹性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三罐 它好吃是好吃 但是没有啥记忆点 但这个螺肉 会让我明天想起来 也依然的记起它的口感 它的味道 这鲍鱼 我之前看评价据说不是很大 不小啊 蛮大的呀 它一盒有四颗鲍鱼 看 这一颗鲍鱼呢 就比较大 这个鲍鱼就偏小一些 鲍鱼的味道我不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鲍鱼略微的有一点 咸的厚 要配了饭吃 忽略咸度会减弱 而且鲍鱼 有的感觉不是那么的新鲜 鲍鱼不是很好吃 我再试一下香辣蛤肉 香辣蛤肉 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这个麻辣海兔的 还是比较多的小海兔 海兔它的口感有韧性的脆 吃海兔的口感也有点像在吃鱿鱼 哎呀 哎呦 香牙巴 这个香牙巴 刚一打开一看 我以为它是蒜呢 它比海螺肉更有嚼劲 更耐嚼一些 好哼 海螺肉是我全部所有吃下来 最辣的一罐 这边我已经全部都吃完了哈 总结一下 最好吃的香辣螺肉 不好吃的鲍鱼 这是74块钱10罐买 然后这边呢 其实很多都跟这边有重复了 然后没有重复的 我可以直接打开吃一下 明炭鱼子 以前我跟你们说 大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 告诉我小孩子不能吃鱼子 要不然脑袋会变蹦 还不搞的 我们从小不敢吃鱼子 哇 这个鱼子一打开 有一点的咸心感 像个高状体 哇 压得还挺紧密的 这个鱼子 一直在嘴巴里边 舌头一米 就可以体现到每一颗鱼子的 沙沙的颗粒感 这一罐我觉得说不上好吃不好吃 就是那种 你给我吃也行 然后我许久不吃了 我也不会想起它 存在感略低哈 它这里是杏鲍菇蛤蜊肉 吃一下 这一份一打开 满满当当的 可以看到有辣椒拌在里边 杏鲍菇它 它是切成丁的 我觉得这一关让我 吃出了四春的蜂蜂 连开两个都让我觉得一般 小鱼干吃一下 打脑口 小鱼干上面果附的 它很粘稠的辣椒酱汁的感觉 我的天你是想厚死我吗 是不是想厚死我 厚死我你早说呀 像一种酵 比较咸 我的天你是想厚死我还是咋的 放着待会儿一起拌饭吃 自然味道的鱿鱼须 铁板鱿鱿鱼须 愣不愣看到你愣不愣给我堆其较 啊 好给我堆 哇我的天 真的像在外面买的铁板 鱿鱼的味道 这一盒 让我奇奇怪怪的 这个味道 很咸 那综合下来 我觉得 还是65块钱8罐 它的销量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的汤 我都不想用它来泡饭 剩下的6罐 我把它用来泡饭吧 香辣蒜贝 人家真的打不开 人家真的打不开了 谢谢 打别的 你们砍一下 这边还有6罐没有给你们测评的 待会测吧 等我吃完这一缸 这一缸 嗯 好好吃 一点都不咸 一点都不咸 好吃到一滴米也不剩 我要开始 跟你们测评另一家的 我们今天本场最便宜的 会不会让我更惊喜 还是更难过 我们第一个就从香辣的带鱼吃起吧 这一罐的带鱼刚打开来杂有点特别的黑咯 吃一下 请问你是带鱼吗 请问你是带鱼吧 好咸啊 好甜 然后它的肉质也没有上一个那么的好 它比较细碎 这一个是铁板鱿鱼须 刚刚吃的铁板鱿鱼须不好吃 这一个铁板鱿鱼须 看什么呀 哇还蛮大块的耶 我是谁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我吃的是啥 这家老板 脸是不要钱的吗 再试一下香辣 蛤肉 香辣蛤肉 可别让我失望哟 一打开它色泽比较红亮 艳腻 香辣蛤肉的味道还好 吃一下生蚝 这个生蚝是我刚刚吃的是没有的 没有吃过的 刚刚只吃了鲍鱼 不过还蛮失望的 这个生蚝感觉也不错 还挺肥美的感觉 还不错 生蚝不错耶 所以我吃到第四关以来 生蚝觉得还蛮优秀的 生蚝吃完了吃个鲍鱼吧 鲍鱼同样是一盒有四颗 难受 想哭 它有一点咸到发苦了 吃第二个 晚就不回来了 吃第三个 我吃的是啥 哭泣 没有什么话想对你说 最后香辣扇贝鞭 我 这让我怎么吃 我最后一个 我用刀把它弄开了 这一大坨的裙鞭 感觉很好吃 和第一家没有什么区别 一模一样的 综合吃下来 还是推荐你们买 65块钱8罐的那一个 除了鲍鱼不好吃之外 其他的都蛮好吃的 我要用汤汁来泡一点蛋汁 加出来 要不你把它怼进 直接拍我的碗吧 我拌好的一大盆饭 还不错 这次可以吃到鱼子的那种颗粒感 这样吃的话 刚刚吃的铁板鱿鱼区 它已经不是那么的咸了 最后一位 刚刚吃的小鱼干 说它咸了 像酱的那个 这个小鱼干 其实它是有一点 豆豉香的味道在里边 你们最近还想看我吃什么呀 或者是想看我去测评哪一个方面的东西 我就去给你们测 好了那今天就是给大家测评了网红罐头小海鲜 下期你们还期待看我测评什么 吃什么呢 可以弹幕出来 那喜欢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鱼多多 拜拜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我是大网鱼多多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在这里我会把对美食的喜爱和快乐 传递给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您喜欢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 和想看我吃什么的话 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 记住关注以后千万要按亮小叮当哦 所以我可以做到到那一瞬 但我跟我们说大网鱼多小叮当 GE达 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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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散